自串比对,这部分常用的像是Compel-to 后面加上一个Stream,就是一个自串的比对 当然同样有一个ignore case,就是忽略大小写 还有这边Ecos,这个我们前面有用的蛮多的 后面的话,接上一个Object,里面当然包括是一个Stream,通常是比对Stream 然后就也是有ignore case,那其他还有像End,就是结束是不是Wiz 是不是哪一个自串,哪一个自或哪一个自串 或StarWiz,开头是哪一个,或者是Rigio Match 在某个范围里面有个自自串之类的比对 大家会有这几个这个所谓的自串比对的方法 那比如说这里的话,我们根据这边的范例,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也请各位等一下建立一个像这样的一个Sample 那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比对的部分 那比对的话呢,我先Run一下,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边我做几个比对 第一个的话是自串比对 那比如说呢,我今天把那个STR 这个跟下面E,这两个 做比较 那比较的话呢,因为上面是大写,下面后面是小写 那当然比对的结果一定是,就是负值的话表示怎么样 这两个是不相等 可是如果今天呢,后面用这个忽略大小写的话 那结果就零,零的话表示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没有忽略大小写 它是回传会是负值 所以如果你compare,如果回传的是负值的话 那表示说它里面compare之后的结果 它认为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比对的方法它是unicode unicode里面有编码,它用unicode编码去比对 如果大小写的unicode的位置一定也不一样 所以比对出来结果就不一样 那如果说我们忽略大小写 那回传回来,如果是零的话 它表示说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再来的话,下面我们这个ecos 也有两个比对 一个是ecos,当然这地方是区分大小写 那一样的话,我们把这个上面这两个做比对 两个都java,而且前后都有空白 差别是一个大写,一个小写 那当然比对出来,用ecos一定是false 可是如果是忽略大小写,ignore case的话 那就是true 上来的话,开头是不是某个字的话 我们可以用star with 比如说是的话是这个use 那use的开头结尾 and是不是s呢? 那因为这边应该是1,所以是false 那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1的话 那执行起来的话,当然就会变true了 那头是不是u呢? 答案这个回传,return回来是一个true 当然我优标放在上面,他也会告诉我们 要给它这个地方,给它是一个strue 然后呢,return回来值是一个booling 所以其实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方法 当然呢 我们这边介绍的 不是全部的那个strue类别的方法 不止这些啦 但如果说你要看全部的话 我前面讲过,你可以点strue 里面的话它还有更多 你也可以在里面去找一下 这个是class 这个strue的class 我前面讲过 它的一个contractor 这个建构值 可以传哪些参数 后面new之后的话 你可以传哪些参数过来 对不对? 那另外的话呢 它的方法 就是方法里面 当然我们刚刚介绍的 char at 这边有嘛 其他有像什么 copoint at 还有什么我们没讲到的 实际上并不是说就用不到 只是比较少用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 会有其他方法的需求 并不是说我们上课没讲到就没有 只是说我们把比较重要的带给各位 那如果其他没有的 我想各位也可以try一下 基本上并不会太难 你就是大概慢慢要熟悉什么 熟悉这个方法 里面呢 它的比如说要传进去 一定是一个什么 一个int 而且是一个index 有没有 这边都有说明 那return回来的值 它也会告诉你return回来什么 好 这边也有一个说明 而且这边有一个什么unicode call point 这边都有一个说明 那如果说你要看细部的话 点击进去之后 它也会有一个说明进来 甚至是有一些 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 相关说明 不过我觉得它这个比较可惜一点 就是 它最好将来 像以前在其他语言 像VB里面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它有一个sample 其实sample太好用了 有没有 点击之后有没有 就可以 对以前应该有用过其他就是sample 然后copy 贴上run一下看看 可惜这个没有 那目前没有的话就比较麻烦 或者是各位 也可以怎么样呢 用google一下 应该也有一些sample 只是说比较花时间 因为google的结果不见得令人满意 那这部分我想各位试试看 尽量我刚刚讲到的部分 如果没有讲到的部分 也请各位稍微查一下 因为将来也许会用到 像replace里面 也有replace all 还有replace first 那还有split split 这个也非常常用到 我们前面有个sample 就是切 切哪一个呢 中间间隔什么东西 substream等等 这些还有蛮多的 那我想请各位 也再把它试试看 其他像转型 value of 我们前面 我们sample里面有很多value of 要把什么转换为stream 你也可以用value of 做转型 OK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 要试试看 这部分 也要习惯这个 说明档的使用方式 因为其实答案都在说明档 其实我们上课 其实最重要就是follow那个什么呢 这个叫Duck 也就是Java的Duck 或者未来你们在学习 无论是Enjoy 无论是GAE 无论是Google所有的API的使用方法 全部你都是可以follow这些Duck 因为全部都有Duck 也就是说如果你会用这些方法 基本上都可以套用的 所以无论你将来要学习其他的环境 或者其他的开发的工具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样 而且都是用同一套Eclipse 目前我想应该算是慢慢成为一个 除了学习的标准之外 可能将来也业界也大部分还是用这一套来开发 当然你也可以用Nordepay Plus 我看到很多工程师是用纪事本家家来开发 但是我还是觉得 因为那种纪事本家家 它还是有它的局限 它没有办法做专案管理 它也没有办法帮你引用一些东西进来 所以Eclipse我觉得 而且Eclipse最棒的地方是说 它一直在进步 就像我从大概两三年前开始教的时候 它才三点几版 二点几版 到现在四点几版 它的开发环境是真的进步很多 而且越来越人性化 跟Visual Steward越来越不相上下 而且它比Visual Steward更好的地方是说 它完全免安装 你看Visual Steward罐 你看那个DVD一贯 大概就有时候跑个一两个小时还在跑 如果你要全部把它装起来的话 所以这个当然也 而且装好之后 你的硬碟一下子就大概10GB空间不见了 那这个不会啊 这个你看 几百MB一download下来 直接就RUN起来了 多么的 多么的环保 不然的话真的 你硬碟一下子 可以吃掉很多东西 而且它又挂了很多东西 你不知道的 像之前我在开发这个Android的时候 Android因为有模拟器 它会传递的方式是用那个 就是用那个Portocle Portocle有一个Pore 是要开 可是那一台电脑刚好装Visual Studio 结果Visual Studio 它会把某些Pore给锁住 所以会造成那个Android开发上会有问题 所以后来我就建议说 Android开发环境里面 第一个不要灌Visual Studio 因为可能两个是敌营 第二个是不要灌那个防火墙里面有那个 防火墙里面会封锁Pore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要传递到模拟器的时候 你的Pore就会被关闭 好像5554那个Pore 就是会被关闭 你的APP要传递到模拟器的时候也会发生问题 这个大概我之前遇过的提供给各位当参考 我可以试试看就是把刚刚我们几个 Compare的就是说比较的这个方法 稍微做个练习 另外就是说 有其他我可能没有讲到的 但是你可能稍微看一下 有哪一些你可能将来会用到的 因为这些也许 也就是答案所在 因为你要解决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有这个方法跟没有这个方法 或者有这个方法 你要重新再写出来 就会麻烦 就像我之前举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那个排序 array source那个方法 你如果没有array source那个方法 你也可以做得出来 只是你要写那个方法 哇不得了了 你要写那个排序法 实在是就很麻烦 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方法 两下就解决了